楊慧老師好 最近很流行極光 我也看到好多極光的照片好漂亮 可是極光是什麼呢 極光是什麼 當然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種光 只是這種光的話 它在一般的時候比較不會出現 是要有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的一種光 那是因為太陽生病才會有極光嗎 其實有沒有極光跟太陽的確是有關係的 那不是說太陽 你要說太陽生病嗎 應該是說太陽那邊 那邊比較有特殊情況的時候 就會造成地球這邊有極光的發生 是這個樣子 極光好漂亮 為什麼有顏色 有多少顏色 有多少顏色我看看喔 最常見的會是綠色 然後比較不常見的 比如說上個週末 大家全球都在看極光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影片上 照片上大部分看到是什麼顏色 大部分看到反而是紅色 然後有時候還會像桃紅色紫色 那聽說有時候好像還有黃綠色這些 或是白白白白白綠色 所以認真講的話 並不會太去說有多少種顏色 但是可以說比較常見的就會是綠色 那看到紅色的就是很稀奇的喔 所以大家才會在上週末 哇全球就覺得極光好難得喔這樣子 那在台灣可以看到極光嗎 啊這個問題喔 我也希望可以耶 那應該是這麼說 如果因為看極光是跟 怎麼說 是跟地球的磁極軸 就是我們地球會自轉嘛 對不對 那當然也會繞著太陽公轉 但是轉的軸是自轉軸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軸是跟磁場有關的軸 所以這個極光的 能不能看到極光是要看那個地磁軸的緯度 那目前的話 台灣的地磁軸緯度還是蠻低的 所以目前是看不到極光喔 我們需要使用電 但有時候用太多電會跳電 如果極光可以發電就好了 極光可以發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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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行 да 對它怎麼說 嗯它是一個 發電 发电是发电有点像是产生 要产生 但是极光它有点像是结果 所以极光它不能发电的 它还不够发电 但是你如果说太阳的话 太阳它会发光发热的话 那的确你可以把它想成 太阳就是一个发电源这样子 最后我想帮我妹妹问一个问题 妹妹说极光像彩色的棉花糖 请问极光可以吃棉花 你觉得可可以吃 通常我们要吃到 是要先摸到拿得到 对不对 可是极光拿不拿得到 拿不到嘛 它太高了 所以极光很漂亮 但是我们吃不到它 我们碰不到它 但是我们可以欣赏它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你的访问 谢谢琪琪 那我们就给他讨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